在我们无尽方块一个一个一个开到现在已经开出这么多宝石块 装备开齐了 无尽之剑也有了 稿子也有了 那么现在该干嘛呢 该去墨地了 准备给大家来一波视觉圣验 什么叫视觉圣验啊 我要去挑战一个特别强的boss 他呢是墨地的主宰 比墨影龙还厉害 有人说了 一封一封 他比墨影龙还厉害呀 因为他是墨地的真正守护者 远高于墨影龙 非常的猛 我们要打败他必须有无尽装备 否则很难打败 现在我们已经提起了无尽装备 可以出发了 墨地呢有两个人 一个是墨影龙 另一个是混沌守卫 这个是墨影龙 大家常规的boss 他只能扛住我一刀 接下来 我们去打那个牛的暴 真正的混沌守卫啊 先传送到他所在的地方 看 红色的血条 我的主机都开始咆哮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很厉害呀 然后 来 他也只能扛住我的一刀 很厉害嘛 小伙子 很厉害了啊 兄弟们他很厉害了 对不对 现在挖下去 这不算完啊 打败他并不算真正的结束 把经验值捡起来 再把这个一挖 这个摧毁了 才是真正的结束 巨大的能量在吸引着我 一会这里将彻底毁灭 朋友们 还真正的结束 知道正面不疑 是不是 很年纪 他就脐心 是 哇哦 墨帝被咱们解放 最大的混沌守卫 也在我们的激情之下 个屁了 他也就算是磨了 咱们这个系列呢 随着混沌守卫的失败告终 我们也就结束了 下一个系列 我去看看吧 不知道录什么 晚上给大家先更新个娱乐视频 然后明天咱们开心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